那我问你一下 你刚刚说 你本来是学石油化工的 但你去一个文化传媒公司 完全不同专业 碰到了CEO 你靠什么打动他 让你进去那边 去做什么网络宣传 跟你专业完全无关 凭什么 那个是他正好缺一个 那为什么是你呢 你觉得你的能力 什么能匹配人家这个岗位呢 那个我刚好是在我们大学期间 是做了一个 校园推广方面的一个 校园宣传一个一些 对社团社团比较了解 在大学期间呢 我做的是 新媒体的宣传 然后对新媒体有些热爱 我平时呢 个人呢 也会写一些诗歌 或者一些文学作品 发表一些文学网 哦 你爱写诗 对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 第一张照片呢 是我参加一个 北京的一个 中国微博诗选刊发布会 有幸跟那些 一些证明的诗呢 有个交流 第二张呢 是我写的一些文章 在各大的一个 文学网上 一个情况 第三张照片 是我在大学期间呢 做过西安晚报的 一个实际记者 然后是青春版的 一个实际记者 然后 我当时呢 有些参与过 写过这篇文章 然后我的这篇文章呢 也被 所有的 媒体官网 都有转载 这只是其中的 一家媒体 彭丽 你已经毕业七年了 你已经毕业七年了 你离开大学 已经七年了 你现在给我们展示 你在大学当中的 这个工作成绩 为什么不把 现在的工作成绩 给我们展示 是 我想试试 我想做这个 新媒体方面的 然后我的本身 不是科班出身 就想在 那你可以把你 最近做的一些 新媒体的东西 拿给我们看吗 最近做了新媒体 最近我没有做新媒体 没有的话 张哥 张哥 我其实这点 我还挺懂他的 因为他是这样的 他已经有六年 没有做新媒体了 六年在这物流 对不对 对 你中间在做 一年多网络的宣传 是因为你遇到 那个CEO 给了你这个机会 对吧 对 然后六年没做 然后呢你想 今天你要求职的 又是新媒体的工作 对吧 所以你想把你 以前有过的 新媒体的经验 分享给我们 是的 这个你能接受吗 对呀 这个你能接受吗 你这个逻辑 什么逻辑 此时此刻 此行此景 我想为你仁师一首 对吧 叫彭丽是个好青年 经历都是多年前 观点叙事都很浅 一会儿咱们咋谈前 是不是 你能不能就是 给我们讲点 现在这个时候 就不要这台诗了 咱谈点干货 行不行兄弟 在上台以后 对老师们各种问题 判过了当时 还是比较紧张 比较闷 就是状态 谢谢观看